大家好,歡迎來到天神國,我是天神 今集來到天神談時間 想說說今期的東京奧運 有一個故事我想跟大家分享 我也覺得挺感動的 就是史上時隔1809年 奧運跳高項目,這個男子組出現了雙冠軍 這個過程我其實都覺得挺感人 而且我覺得真的體驗到體育精神和人性的光輝 但亦都在網上,無論是香港也好 或者是在他們自己的Twitter,外國人也好 都有一些聲音是覺得 為什麼是雙冠軍? 體育不是一定要分一個勝負嗎? 不是要有一個spawnmanship嗎? 就是要有一個競技的精神嗎? 今集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們的故事 比賽的時候發生了什麼事 以及我自己怎麼看雙冠軍 喜歡記得訂閱天神國 以及記得按LIKE 支持天神談的系列 好了,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發生了什麼事 沒錯,在最近 近日這個男子跳高的決賽 這個老將巴舒謙 過往奧運都拿過牌 但未拿過金牌 以及意大利的譚貝利 譚貝利在上屆都有參加 亦都是巴舒謙的一個敬敵 但是譚貝利在上屆跳完之後 他就大傷了阿倫 而且立刻做了手術 他一到以為自己就要退役了 但是經過了這幾年辛苦的一個奮鬥 一個復原 他又回來跟巴舒謙一起跳過 順帶一提 他們兩個本身都是朋友 因為老實說 跳高界 跳得厲害的人不多 大家跳到兩米多 高過一到滿的人都很少 所以做到朋友是完全不奇怪 斯朗娜和美斯斯底下都是朋友 沒有FF他們是競爭對手 好像一些動漫情節的死對頭 現實中 大家都是朋友 他們來到決賽 跳到最後那幾跳 只剩下他們兩個 去到兩米三九米的時候 他們成功挑戰了上一個兩米三七 大家一跳KO 跳高這個跳完之後 就完成了 不用你跳幾次 因為這個是挑戰完這個項目 就是挑戰完這個高度 我就挑戰下一個高度 不像跳遠那樣 不斷試最強的紀錄 這個是一級一級的跳上去 直到大家跳不到位置 這個也是關鍵 這樣去到兩米三七 大家一跳KO 之後 開始這個高度 提升到奧運紀錄的兩米三 大家一起跳 兩個人三次跳 都是全部失敗的 所以 大家 記住這個重點 就是兩米三七的時候 大家都是一跳KO 同排的人都跳到 但是呢 他就 失敗了一兩架 所以呢 他們兩個的成績 只有他們兩個 這個巴雪謙和譚貝利 成績是一樣 都是兩米三七 一跳成功 兩米三的 大家三次跳 都跳不到 之後 賽平呢 就走過去 就想問巴雪謙 喂 你們怎麼搞啊 你們想著呢 繼續跳啊 你們想著怎樣去分這個勝負呢 那這個巴雪謙其實他都參加過很多跳高比賽 他都熟悉這個慣例 那他知道呢 其實 當大家成績一樣 就是大家上一次 都是一踢搞定也好 大家是兩踢搞定也好 那麼 下一個挑戰不到 其實是慣例 國際慣例 是可以 分享這個冠軍 那所以呢 他就馬上問了 咦 那我們可不可以呢 即時分享這個金牌 可不可以同時有兩個金牌 可以馬上問的 反問 他會提出的 那之後呢 這個坦貝一聽到呢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朋友 大家都知道 不會有 異樣出現 那就決定 一起分享這個金牌 那麼呢 阿爾大利選手呢 都是 非常之激動 真情流露 立刻趴他們 哭 其實巴雪謙 都很激動的 他也是衝到觀眾台 都是哭的 兩個選手 那我覺得 真的是人性光輝 那當然 有人會說 喂 那不跳 那拿金牌 那當然老X 都衝過去 說要分享 但是其實都不一定的 就是這個世界 都有人呢 可能會選擇 那繼續跳吧 可能他沒有第一時間想到 分享這個選擇 那他就說 那跳吧 那繼續跳吧 可能不是他不想分享 他沒有想到 那他呢 那他呢 那他就繼續跳吧 因為那個賽評都沒有說 你們可以分享 他就是在這裡解釋 你們呢 現在一樣 你們想著 怎麼挑戰 什麼高度呢 下一次 那所以呢 這個我覺得 都是 怎麼說呢 他的出發點 是非常之好 就是展現友情 和體育 的精神 那好吧 那之後呢 譚貝里呢 之前呢 就說過了 他就因為傷患 就以為呢 自己來不到這個 東京奧運 那就是這個巴書謙 有多次都 其實他自己有 都斷斷續續都有傷過 只有自己有 和金牌擦身 所以這個金牌 對他們來說呢 都是很大意義的 那之後呢 我就想說一下 在這個 雙冠軍那裏 那裏呢 有些網民就覺得 喂 這樣不是一個競技 人人都有金牌 那其實呢 這個思想 我覺得是有點偏激 因為這個跳高項目 和游泳啊 足球啊 那些是不同的性質 因為有人是說 喂 那游泳 那踢球 那大家 打和 那就可以直接決定 大家分享金牌 那但是你踢球 你是可以射十二 你一定分到勝負 那但是你跳高呢 你去到某個高度 你真的跳不到的 大家 就是 你知道都是有 人總是有個極限 你足球總是可以 就是大家不斷射失 但是你總會有射一次 跳高這些呢 不是你說你不斷跳就跳到 你試一下現在 你去跟我跳過兩麥克風 你跳過一道門 不要碰到門框 你試一下你去跳 你跳一百次 你跳不跳到 那你這樣鬥下去 是沒有意義的 那你都可以說 那為什麼 你們不跳低一點 或者跳回同一個 那就 看看誰 失誤少一點 但是其實這個 我覺得你怎麼算 都是有些差 為什麼跳回同一個高度 為什麼不跳矮一點 為什麼跳二三八 為什麼不跳二三七 這樣 其實你怎麼都是有得爭 所以這個世界都是沒有絕對公明 最重要大家都 為什麼大家都接受這個做法 而且這個都不是一個破例 就是大家不要以為是 破例 給他們拿相關軍 不是 這個是一個 是一條例來的 就是那個規例那裡有說的 所以 第一 你不懂就不要說 為什麼會有相關軍 有挑戰 首先 條例是寫到明 那你足球那些沒有 足球那些沒有 足球如果你有 我都催你不上的 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 相關軍是OK的 還有有些人就說 喂 其實你有些人有水 那你大家一百米 同一個成績 那麼 SWIM OFF 那五十米 那為什麼是五十米呢 為什麼不是八十米 為什麼不是一百米呢 所以其實怎樣都是有不 還有跳高 它是一個挑戰一個極限 它跟跳遠那些又不一樣 跳遠是給你三次機會 但跳高呢 是大家 在那裡跳 那跳完就下一輪 那跳到有人跳不到為止 那這個已經是完全不同的一個性質 那還有第二 我自己覺得 這個我覺得都挺有趣的 就是 很多人看到 我自己看到他們拿share這個冠軍 就是說我們可不可以share這個2goals 就是我自己第一時間是開心了 其實我不是很明白 為什麼有些人會在這裡質疑 蛤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會這麼而欺 那就是這個奧運 其實我自己覺得 這個都是一個開心事 那些人說 那不如雙銀吧 那雙銀他們怎麼都會想一下 就是說 雙金當然是死都不跳 那一說不跳就金了 那你不如銀 銀一定會想 那他們一定會鬥下去 那我就不明白 其實雙金和雙銀 有什麼分別呢 就是你是不是真的就是想 別人在這裡想 別人有一個人不開心 或者大家都不開心 為什麼不可以大家都開心呢 那我自己就這樣想 那還有 雙金雙銀一定沒有分別的 都是沒有了個位子的 那就是說 那不如雙銀牌沒有人金牌吧 那其實雙金一樣 沒有分別的 就是對事情出來的結果沒有分別 只不過是給多了一面金牌出來的意思 那還有雙冠軍這件事 就是你不是第一次看奧運 以往都出現過 不是只有這個跳高是出現過 其他項目都出現過雙冠軍 那所以這件事真的是 我自己看到別人在這裡質疑 其實我覺得是出奇的 因為真的不是第一次出現 而且我覺得是很正常 而且我也會尊重他們的決定 那別人奧運會讓你這樣做 那就一定是跟足規改 或者一定是最合適的了 在那個時間 而且我們都尊重這些世界級選手 別人是 別人不是隨便跳過一米幾 然後說我們分享 雙冠軍人跳到兩米三 他們其實上一屆跳得厲害一點 跳到兩米四 阿波阿舒謙其實本身也是厲害一點 所以再跳下去 我自己都覺得卡塔爾的巴舒謙會贏 但是他都選擇分享 一起開心 所以譚貝里本身比較開心 但是他們都是一個挑得之人 他們在跳兩米四 他們的高度根本都不同 所以我們應該尊重他們的決定 而不是在我們現在的角度質疑 搞錯啊 雙冠軍搞錯了 但是其實你去到那些水平的時候 你想的東西應該都是跟他們一樣的 為什麼不一起開心 大家都有努力又付出 我覺得作為一個運動員 都是值得有這些榮譽 可以一起分享 我自己覺得 作為一個運動員 他犧牲都很多 你青春時間努力 或者甚至前途 因為很多人都可能放棄工作 走去做全職運動員 我覺得這些是值得去鼓勵 那就是跟你現在拿金牌 有獎金贏 為什麼要給那麼多獎金 但其實我自己覺得 他們是值得的 以及應該鼓勵 體育這件事 對人類來說是很重要的 你不要以為賺錢才是最重要的 其實是讓你挑戰人類人體的極限 不斷去看看人類的極限是怎樣的 而且體育精神 你會看到很多展現人性光輝一刻 而平時在社會經常有些黑暗面 但體育是很正面的 雖然奧運他特意做到這麼正面 但實質上他也是很正面的一件事 希望大家都和我一樣 都會為他們開心 我自己覺得很感動 喜歡記得訂閱天神國 還有記得按LIKE 今集天神談時間就到這裡 恭喜彭貝利和巴舒謙 editor河南 他的人奧運 他 города 他人奧運 尤其他人 是很正面的 我記得按LIKE 自己好 是